这是哪里 陈生为何如此怪异 二皇子的寝宫 怎么会有这样的密道 殿下一定在此处 谁呀 小刘 帮我把衣服拿过来一下 你是何人 太子在哪 莫总 衣服包好了 别出手 不想我杀了你 你到底是谁 不说是吧 快自己看 你为何有太子殿下的结证 你就是太子殿下 我乃半山巡抚 刘思 太子怎会如此情愁 应该是我弄错了 失敬 失敬 刘大人 在下是御前带刀侍卫统领苏范范 请问您可知太子殿下在何处 我这就去禀报太子殿下 多谢 你在此地稍等片刻 莫总 这人倒是和太子殿下有几分相似 隆文福 隆界 难道 太子殿下 苏范范 我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世界 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 你休想抓我回去 看看你的马快还是我的车轨 殿下 陈瑶带你回去 跟如花公主成婚 这样你就有实力对抗二皇子了 还来今日只能先敷衍敷衍她的 你哪来的马呀 陈在路边借来的 殿下 陈带你回家了 今日乏了 明日可否 也行 殿下 我们该回去了 小刘 把她赶走 殿下等等 苏范范你又要做事 有毒 我 幸好我在殿下身边 不然殿下就危险了 殿下 我们该回去了 别急 本宫念你护驾有功 我特意赶你一杯 我特意赶你一杯 嗯 谢殿下 只是 臣不胜酒力 喝完之后怕胡言乱语 那你是要抗水吗 血喝 没有 这这是什么酒 喝完之后为什么头很晕 三百年前可没这么烈的酒 烈酒 我 醒来 你就回到大石国了 苏芬芬 回去以后好好保重 太子殿下 你不跟我一起回去了吗 你还要和我回去 和如画公主成亲呢 本宫的婚事 轮不到你个侍卫插手 我不回去 你要回去 我不回去 你要回去 我不回去 你要回去 要回去 好啊 那谁都别回去 我要去公司 别跟我 殿下 殿下 今天这么做的 都不见你拦得住 我 去帮我找个高手回来 我决定跟你回去 真的吗 殿下 不过 我要去楼上拿一件东西 我陪你一起去 看来那是出杀手锏了 殿下 你要干嘛 你是不相信我吗 相信 只字之手 与子回宫 等我 好 大师国御前代道士卫同友苏首领 你是谁 在下正是太子殿下清典的半山巡抚 牛司 原来是刘大人 失敬失敬 我们现在回宫 那太子殿下呢 太子殿下随后就到 那我们即刻处罚 请 请 酥饭饭 你可要多多保重啊 小周 帮我订一张去外地的机票 快点 好嘞 刘院长 对 是我 刚刚送过去的那个人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过两天就放了吧 ufv ostr 扣词 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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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辞 又回去 我还在这 为什么我还在这 难道真的回不去了吗 苏范范你 你好大的胆 胆子 怎么了 先安抚住她的情绪 再想办法摆脱她 苏范范 你身为御前带刀侍卫统领 哭哭啼啼成何体统 简直犹如我皇家颜面 是人办事不利 愧对殿下的信任 我 不能回去向陛下复命 那臣只好永别了太子殿下 孟范范你干嘛 殿下 臣没有完成使命 只能以死谢罪了 你疯了吧 臣的使命是带您回去晚婚 现在看来不能实现了 你的使命 不应该是保护我吗 殿下 疼 别动 别动 坐那儿 抱歉 殿下 趁有金床药 趁给你烧药吧 你 还痛吗 不痛 不疼就好 其实 你笑起来挺好看 别老板着 殿下 臣还有一事 说 臣想先行离去 为何 臣想寻找回宫的方法 方法不用找了 我已经找到了 流星雨夜 我回到了三百年前 十几年前 一场流星雨过后 有五个人离其失踪 据史记记载 三百年前 在承西的某处呢 有这五个人的记录 所以据我推断 一定是那场流星雨 待他们回到了过去 所以说 我们只要跟这流星雨 就能回去了 聪明 那我们该怎么做 先得适应现代的生活 什么错呢 收屁 爸 这层好好看 我看也挺好 林小姐 你要不要试试这件 跟你身上挺搭的 滚开 别打你的脏手碰我 宝贝女儿 嗯 晚礼服啊 都做好了 今天晚上 咱们在莫林川面前 要好好的表现表现 好吧 爸 您说 林山哥哥在干嘛呀 会不会想我 这孩子 责任心强 估计现在还在公司里头 哎 一心就想着工作 这个不够短 这也不够短 这也太短了吧 还有更短的吗 林川哥哥 最喜欢工作了 短点怎么了 啊 短点裙子才好看 这男人有点 牺牲我也正常 这女人 我勾你弄不做 你谁啊 她是我的贴身保镖 酥饭饭 保镖 你的保镖可真好 居然敢动我 让你看看我的保镖 上啊 痛痛痛痛痛痛 林川 怎么搞的 叫她放手 痛 可心以后对我的人 说话还是注意点 放手 女儿 没事吧 伯父 没什么事 我们先走了 林川哥哥 哎 林川哥哥 晚上你不是要去玩意儿吗 我带苏姐姐 买几件衣服 就不麻烦你了 两个小女生闹着玩 你一个大男人 穿个什么 我还要工作和你谈 走走走 走 苏姐姐 可能是我误会了 介绍一下 我是班团集团 省西天命师 林可心 我带你去买几件衣服 莫总会喜欢的 真的吗 欢迎欢迎 请进 怎么还不来啊 林川哥哥 那一会儿就来了 你先进去吧 莫总 好久不见 不好意思 等一会儿 走吧 来不及了 咱们走吧 林总 还有几秒钟 他把人拯救到 我相信 他一定会震撼全场的 莫总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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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一闪成这样就来了 大家为什么都用这样的一闪看着我 这一闪一闪的是河墨 难道是我的穿着有何不妥啊 我们这里是高级私人会所 高级 你穿成这样 还想进去 赶紧走吧 你这个奇葩 你是何人 为何出言不逊 出言不逊怎么了 就你穿成大花棉袄似的 赶紧走吧 你 怎么着啊 你还想打我 以后在外人面前 千万不要叫我太子殿下 叫我莫总 好的太子殿下 莫总 我会让小刘 尽快带你适应现代的生活 不要使用武力 有本事打我呗 大家都来看看这个笑话 拦住他 郭总 对女士这么多 可不是深事情 你被开除了 我会跟莫总说的 听见没 说你呢 我说的是你 郭总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给我一次机会 郭总 这位小姐 我才是喜怕 这位小姐 郭总 多谢胸台 胸台 不必客气 等等 你身上带的是紫树香吗 这可是三百年的顶级香料啊 胸台损言极事 不过 在下有钥匙在身 先走了 诶 等一下 实不相瞒 我最近 在研究一款宫廷糕点 缺的就是这种香料 你放心 你尽管开条件就行 这样吧 你带我进去 我就把这个香给你 他谁啊 真是谁啊 怎么就进去了 苏小姐 顾总 走吧 顾总 这衣服 这是我朱莉送来的 你就放心穿吧 你给我的这个 是什么机 这是手机 手机 现在还有不会用手机的人呢 真是让人意外 我说 我是从三百年前来的 你信吗 对了 苏小姐 借到我们的约定 做我的杂志的封面女郎 明天就用这个手机联系我 对了 什么是杂志 什么是拍摄 明天你来了 我告诉你吧 一定要来哦 一言未定 哦 还有这个香囊 我带饮料给你的 不准给他 莫总 原来你们认识啊 我是莫总的保镖 保镖 你管的还真宽啊 苏芬芬 你是我的人 你的东西 那就是我的东西 我的东西 还是我的东西 敢抢我东西的人 那就不是个东西 莫总 什么意思 没意思 莫总 我已经答应 向香囊给孤雄了 我听不见 我说 我已经答应 把香囊给孤雄了 我听不见 我说 这个香囊答应给孤雄了 我怎么还是听不见 我说我已经捅一把香囊给供 我说我已经捅一把香囊给供 那我回家 莫总 顾雄 我先走了 对不起 对不起啊 你等等我啊 有人吗 没人 你不是人啊 您是龙的传人 殿下 为什么你这么在意这个香囊 居然没有把这个香囊送给别人 看来还挺乖的 那我原谅他好了 那我就 郭总也很在意这个香囊 素饭 在 滚 殿下的心思真难猜 就吃醋了 你看见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你就吃醋了 就是吃醋的表现 我知道了殿下 你就是吃醋了 你 吃什么醋啊 你才吃醋了呢 胡说八道 胡言乱语 一派胡言 出去 殿下 滚出去 哦 为什么看到他俩在一起 我就这么气呢 我才不会先和你说话呢 哼 你还在生气吗 苏饭饭 看来还是你先忍不住嘛 我赢了 我才没有生气呢 我又不是这么幼稚的人 昨夜的事是我不对 我向你赔罪 吃醋就好 为了赔罪 所以我今日跟你一块出去吧 出去啊 那也行 看在你生日的份上 赔罪你 一起看话剧吧 好的顾兄 太子殿下 您手里拿的是什么 你在和谁打电话 你怎么会有手机 昨天 顾兄给我的 这个比飞鸽传输快多了 太子殿下 我今日告假一天 这个 我先收着吧 我 我 吴老师好 这是苏饭饭 苏饭饭 您好 您好 来来来 愣着干吗 抢吴老师 还不赶紧拿过来 谁能拿过来 赶紧呢 快 喊你呢 你还瞪我 瞪我干吗 我瞪你怎么了 你 磨磨叽叽的 赶紧赶紧 还不快一点 莫总 这不是半堂集团的莫总吗 莫总 您怎么来这儿了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了 我 敞工 莫总 您别开玩笑了 您怎么会是敞工啊 小招 快 给莫总拿个十吨 你们让莫总 去那边休息吧 谁说我要坐 我要干活 干活 那让他去干活吧 来吧 放开 这样 我觉得十吨应该放在这儿 来来来来 我们来这里 我看看 这个墩子不应该在这里 莫总 要不 你来 我来 现在 你可以走了 凭什么 这里好像是我的地盘 那我们 走 莫总 我都已经答应给顾兄拍杂志了 还要多久 最后就几颗的功夫 很快就拍完了 那我先去干活了 莫总 你再这样我很晚都拍不完了 拍完马上就回去好不好 那你早点回来 我给你准备了很多东西 好 我拍完了立马回去 那你早点回家 那你早点回家 我在家等你啊 都八点钟了 我们到底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呀 苏小姐到底还来不来呢 都散了吧 我记错日子了 什么 都散了吧 我记错日子了 上工 别睡了 起来了 大家过来 开个会 苏师尾 苏师尾 莫总 苏范范呢 你不是不在里头了吗 我问你什么你只管回答便是不要多嘴 他昨晚知道你为他办生日宴一事 好像很自责 一大脑就出去了 他怎么知道的 我说的 一边去 林川哥哥 人家正好有个大事跟你说呢 几天后会有一场流星雨吗 打算推出一款流星蛋糕 流星雨 所以据我推断 一定是那场流星雨 带他们回到了过去 所以说 我们只要跟着流星雨 就能回去了 聪明 我们还准备了一个流星派对 你觉得怎么样 咱们还是别搞这些流星雨 什么 我觉得流星雨可美了 我可喜欢看了 慢点就是 看最美的流星雨 你怎么穿成这样子就来了 你不是喜欢我穿成这样吗 林川哥哥 马上要开会了 那个流星 私下再说 好啊 苏小姐 莫总跟我帮忙 走 我带你去吃我们公司的甜品 不用了 我不想吃 吃甜品的话 心情会变好哟 算了吧 随便吃 我先走了 哎 你知道吗 最近有人发现了大师国 试穿已久的桂花糕配方 不过配方的香料 试穿已久 估计很难再复客了 我还听说啊 这个大师国的太子 最爱吃甜食了 都吃到四百多斤了 四百多斤的大胖子 真是太好笑了吧 他怎么回事 别理他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撑住 你凭什么让我们站住啊 你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 走吧 走吧 我怎么动不了了 你快给我解开 谁让你说莫总坏话的 我又没说莫总 他又不是四百多斤的大胖子 快给我们解开 想让我给你们解开 那你们告诉我 莫总最喜欢吃什么 就凭你还想追莫总 我才不会告诉你 莫总最喜欢吃桂花糕了 原来莫总最喜欢吃桂花糕 苏姐姐 还做桂花糕呢 给谁的呀 莫总 莫总啊 这是我亲手给莫总做的 这个桂花糕呀 少了桂花蜜 桂花蜜 对啊 桂花蜜可是桂花糕的精髓呢 在何处 就在楼下冷库车就有 多谢 跟我抢莫总 莫总 先走了 凌川哥哥 已经六点了 我们一起去接金总吧 等等 苏范范呢 她 可能在忙吧 今天我来送你天身保镖 她人呢 我问你她人呢 却冷酷了 苏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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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彪哥 马上就来 马上就来 这门怎么没关上啊 谁呀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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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怎么办啊 苏范范范 这可怎么办啊 我可把这里砍流星血了 天下 那天下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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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你回家了 等一下 你好点了吗 还冷吗 天 天 什么天 退 少 天 你当我三岁小孩吗 如果一小时之内 沐凌川不能够出现在我的面前 就别跟我谈什么甜蜜配送的合作了 我可是全国最大物流公司的老板 有多少人求着跟我合作呢 我这就去 找凌川 好吧 快点了 我还有咖啡机呢 不吃不吃 姐 关机 我不想工作 可是这个叫金总的人 已经打了三十通电话了 那我还是去上班门 伯父 金总呢 金总 早就被你气跑了 听说 你为了一个小保镖 居然连金总都不去接 你太让我失望了 不关莫总的事 是我 是我的问题 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的 此时不关莫总的事 我现在就去找金总道歉 你个小保镖 管好自己就不错了 哼 素饭饭 天塌了还有我顶着 金总已经在路上了 我看你怎么办 好 素饭饭 你谁啊 这 怎么回事啊 磨磨唧唧的 到底在这里干嘛呢 金总 你好呀 他已经被我点穴了 他暂时不能动 真的不会动了 你好 我叫素饭饭 是莫总的保镖 这么酷的保镖 苏小姐 你能教教我吗 其实今天我来 是想跟你谈甜蜜派送这个项目 哎呀 好说好说 来来来 你先告诉我就是 怎么做到的呀 合同嘛 我签 只要你教我 对了 合同落到酒店里了 来来来 林川 别把事情搞砸了哟 莫总 金总可是我们公司 重要的客户啊 要不 还是打电话问一下吧 你们也太想想素饭饭了吧 饭饭 在哪里呢 莫总 我们在酒店呢 酒店 为什么会在酒店啊 我和金总来拿合同啊 莫总 先不和你说了 忙呢 饭饭 饭饭 我先出去一下 点讯是这个样子吗 莫总 合同我已经拿到了 莫林川 我本来很生你的气啊 不过呢 你有一个好的保镖 我现在原谅你了 我们以后啊 好好合作吧 嗯 签个合同 你们签到酒店来了 莫林川 你什么意思啊 莫总 你怎么了 知道来酒店有多危险 他对你有非分之想怎么办 不 什么莫林川啊 我们俩只是来取合同来的 本来我刚才已经原谅你了 但现在我又生气了 苏小姐 你不要去他那儿了 我给你十倍工资 你来我这里 别动我的人 哼 气死我了 啊 莫林川今天晚上不给我搁三个小头 这合同我不签了 今天我要是跟你签了合同 我这董事长也不干了 莫总莫总 别吵了 你不当就不当 师傅 你来我这里上班 我给你发十倍工资 今天多多你还会跟我抢人了 本事没有屁话一大堆 小金 你不能这么跟莫总说话 师傅 他都这么欺负我了 你怎么不帮我啊 你是我徒弟 他是我老板 他辈分比你大 哎呀师傅 好吧 那你都这样说了 我就不生气了 等等 你们几个人 给我听好了 今天要不是我师傅 我才不会跟你们签约 你们 谁都不能跟我欺负他 哎师傅 我们什么时候去玩啊 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呢 哎 我们要不再聊 我 话怎么那么多 太好了 终于搞定了 苏小姐 多谢您了 苏大胆 这次你确实是立功 不过 我说的不是去酒店 走吧大家 今晚不醉不归 我说你少喝点 便喝醉了 我说你少喝点 便喝醉了 我还要带您回去成婚 嗯 向陛下赴命呢 太子 谁要的太子啊 我不要 我不想去一个见都没见过的人 我不要 我要去自己喜欢的人 自己喜欢的人 殿下 你喜欢谁 我帮你把他给抓回来 我不管 咱们还是要回去 你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 带走 你想的 那你就当去啊 我不管 殿下 您这不是折煞为臣了吗 我 我起来 哎 我让你刀 你就得刀 试试 你是谁 为何出现在太子寝宫 我是谁 说出来吓死你 我是太子殿下 那 你猜我是谁 我知道 你是那个御前代道侍卫统领 苏范儿 那 你猜我是来干什么的 你是来 带我回去复婚的 我们 即刻启程 我 不是 是 不是 是 不是 你是 我不是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不会送他回去 那 那你这是违抗皇命 那就判我死罪吧 三天后 本是迎来近十年最大的一次流星雨 假的 假的 可是我觉得这应该是真的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带你回去复婚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不会送他回去 你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你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毕竟 这才是你来我这边的目的 还有三天就到流星雨了 我们可以出去买点东西 带过去 烧瓶 走吧 走吧 这个啊 是给我爹的 这个 是买给我那个刚出生的小侄子 他肯定没有见过 还有一个你们结婚礼物 在 殿下 这不合规矩吧 我们还是在现代 男女之间 就是可以拥抱的 至于那些规矩 回去以后再说吧 别这么举着了 马上就要回去了 开心一点啊 弟子 我们去哪儿看流星雨啊 去哪儿看流星雨啊 那我想一下 得好好地想一想 一定要找一个好地方 那个地方一定特别难找 好 殿下 你看我找的地方不错吧 流星雨已经来了 殿下 已经没有时间了 我们怎么还没回去 苏三百 回不去的 流星雨能回到大石国 都是我瞎编的 那是假的 都是我的谎言 我们一辈子都回不去的 不可能 会有办法的 我们再等等 等多久都没有用 殿下 殿下 苏凡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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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回去 你要回去 臣的使命 是带你回去完婚 你的使命 不应该是保护我吗 你怎么穿成这样去了 嗯 你不是喜欢吗 苏凡凡 苏凡凡 殿下 臣来接您回家了 殿下 苏凡凡凡 莫凌川为了寻找失踪的苏范范 不慎从桥上跌落 那莫先生跌落之后呢 苏范范是回到大使国了吗 后来呢 没有后来了 凌川的手稿只写到这儿了 莫先生的漫画世界 不会就是你们真实的故事吧 好想继续听下去啊 苏范范到底去哪里了呢 你们两个又在这儿蹭故事 赶紧训防徐 医生 凌川的情况有所好转吗 莫先生的生命体征 已经平稳 不过最近的心电波动比较大 证明你讲故事是有用的 如果能够持续的话 应该会有奇迹的发生 好的 谢谢您 凌川 你还有什么故事没说完吗 喂 秦社长 有什么事吗 大事不好了 我跟你讲 那个莫凌川的漫画 他出事了 你什么时候能过来啊 我明天就过来 好 金社长 М,宿小姐 金社长 你 reward 怎么了 金社长 宿小姐 这些都是莫凌川的读者 汽来的刀片啊 为什么 你这种 漫画画到一半 人就昏迷了 这些读者 都在几刀片抗议啊 待不连载 我的漫画社就要逃避了 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也希望林川赶快醒过来 苏小姐 你都陪她这么久了 莫林川但凡有点良心 早就该醒过来了 重点现在是漫画 再不连载 七十 七十 还有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什么故事啊 为什么男主摔下桥又失忆了 女主为什么又消失了 苏小姐 我瞧瞧你 林川还有没有手稿啊 那我再回去好好找找 嗯 嗯 靠你了 苏小姐 我相信 你是 最棒的 又来到了这个地方 林川 你还记得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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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林川啊 说好陪我去同学聚会 为什么跑了 我的大小姐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啊 我跟你去不是给你丢脸吗 外卖元怎么了 你是我男朋友 等我画漫画赚了钱 我再去 哼 说到漫画我就生气了 为什么在你的漫画里 我是公主 你是侍卫啊 我不管 我要当你的侍卫 你来当太子殿下 我保护你 好不好 不好 你的太子殿下 要去送外卖了 我陪你去吧 送外卖 在 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本太子任命你为 御钱带刀侍卫统领 好 给你第一个任务 就是 不准陪我送外卖 最爱你了 爱你啊 来 傻子 怎么了宝宝 宝宝 大哥哥你醒醒啊 哥哥你醒醒啊 林川 林川你怎么了 林川 哥哥为了救我溺水了 林川你醒醒啊 林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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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没法和你一起去北方 大方 我不想耽误你 傻子 回来了 太好了 林川 公司派我去北方工作 你跟我一起去好不好 嗯 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嘛 你不想和我一起去吗 哎 怎么会呢 你去哪儿我都陪着你 对不起 泛泛 我不能耽误你的大好前程 你从来都不是我的负担 你怎么不明白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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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川 你怎么还不行 嗯 难道你真的只把我们的故事 写了一半吗 嗯 嗯 这能不成是林川手稿的后半部分 看来 我们的故事 还没有完结 林川 我找到你的手稿了 我们的故事还没结束 我念给你听 嗯 终于回来了 有请八号苏虎卫登场 夜下啊 人家可是你的铁神小侍卫哦 你不是忘了人家 我会有小熊熊锤一丢 你看 这就是沉默你锤炼出来的劲儿 我 莫总 自从你上次摔下来十一以后 一直在念苏虎卫 我们已经想尽办法了再找了 这已经是第三条 苏虎卫 到底是谁呢 不好意思啊 莫总 这位是淘汰掉的 要不您先回去休息 您 过来一下 好 殿下 我回来了 这次我不会再逃避了 我会一直在您身边守护您的 不是 你走吧 殿下 你们在干嘛 怎么 给的车费不够 小刘 车费双倍 走吧 小刘 殿下在干嘛 别叫我小刘 叫我刘总 走吧 你放开我 殿下 你忘了我了吗 我是大社国赤卫统领苏 苏范范呀 我们一起去冷户的事情 你都忘了吗 殿下 我是苏范范呀 殿下 殿下 其实你不必如此大费周章 凌川哥哥 近几天 你晚上做梦都会喊着侍卫二字 我只是想 帮你快点想起来吧 想不想得起来 都没什么大碍 还好有你在我身边 他怎么回来了 凌川哥哥好不容易失忆忘记了他 这次 我一定要取代他的位置 给我倒杯水 凌川 怎么是你呀 你不记得我了吗 你是 苏护维 你想起我来了 昨天不是应聘见过吗 戏言得不错 我没有骗你 我真的是苏范范 别入戏太深了 想要帮个大款 也不能找我这种地狱级别的吧 你怎么回这儿你 什么阿毛阿狗都敢承诺我莫总 你到底谁呀你 我认识莫总 全世界的女人 谁不认识我们莫总 没什么事 赶紧滚 我不会走的 那我走 别再跟着我 崔金安保什么状况 什么人都放在 甜蜜派送 是甜蜜派送咧 听说这里的第一名可以跟莫总一起参加晚宴 好想参加哦 跟莫总一起参加晚宴 听说要参加一个外卖比试 要获得第一名才可以 不好了不好了 林小姐 苏范范过来闹事了 谁呢 已经被我拦在门外了 小刘啊 你认识苏范范吗 我认识啊 你再说一遍 林小姐 您放心 我不认识她 很好 从今天起 我不希望莫总身边任何一个人 协助松范范 我今天 能顺利取代松范范的位置 都给了小刘尼 我会好好奖励你的 把人都叫进来吧 我要召开员工大会 今天召集大家来呢 是想感谢大家最近的付出 大家辛苦了 这边大家 都是莫总身边的红人 肯定知道 她身边的苏范范小姐吧 认识啊 我们都认识 看来大家都认识苏小姐 那么你们 可以离迟了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李总 你怎么这样 什么意思啊 我们可是都是老员工了 这样林川身边 就没人记得他了 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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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你 万卖王 教教我们吧 教教我们吧 一个合格的万卖员 首先是拼手速 只有抢到更多的订单 才能脱颖而出 电动车 是万卖员必备武器 送万卖只有一个字 快 听下我功 唯一快 不服部 你好 你的万卖 还想弄我 好啊 那就给你个差评吧 是万卖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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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岛 刘岛 您 别管来这套 几号 尝尝吧 你好 您的外卖 外卖都湿了 这么湿怎么吃啊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可能是外卖雨虾太大了 我没注意 连个外卖都送不好 你还能干什么呀 差评 别给差评 我我我再重新给你送一份 等你送过来 我都已经饿死了 行啊 看见你就打我一口 晦气 随便给我放干净点 Secret baby 我是angry baby 你谁啊 我管你是什么baby 这里 是甜蜜派送宣传片的 拍摄现场 我是莫临川 莫总 你可以滚了 对不起 对不起啊 你参加甜蜜派送 不会是为了跟踪我吧 别白费心思 莫总 我一定会向你证明 你曾经认识我 我们去再见 等等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管家素饭饭 我倒要看看你想干什么 小刘 甜蜜派送总决赛 加个名额 这么快 有谁救救我吧 救救我 姑娘 你救救我吧 阿姨 我不是捧辞的 我宣布 第一个登上山顶的人 她的名字是 你的名字是 小甜蜜 可呼呢 在那儿 恭喜你 恭喜你啊 你被淘汰了 为什么 你怎么回事 明明是这个小姑娘 把饭客送到我手上 你怎么淘汰她呢 小刘 你跟我玩音的是吧 叫什么小刘 叫刘总 比赛是我办的 规矩 是我定的 谁说的 我的规矩才是规矩 小刘 回去写钱了 这是 这是林可欣她的 是我的 你赢了 殿下 什么殿下 第二关 胆量测试 有请选手 苏范范 胆量测试 没在怕的 选手 苏范范 本轮成绩 零分 你还要抱多久 下一位 您好 您的外卖 您好 您好 怎么把她带到这儿了 可是她看起来很想你 算了吧 我照顾不了她 谁啊 范范 你怎么回来了 我们把她带回家吧 算了吧 你不是不喜欢狗吗 来吧 这毕竟是你前约有的狗 没想到这么快就完成了 你老大的胆子 不是让你把狗扔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狗是狗 她是她 你又准就扔了我 看我不揍死她 开门 滚出去 出去了 就不要回来 你还是把她带走吧 我照顾不了她 连条狗都照顾不了 你算什么男人 以后我来照顾她 这一关可是我刻意为你安排的 你没法完成 恭喜最后一名参赛选手 苏范范 喜提安慰奖 毕竟终在参与嘛 那我的第一名就是 小甜甜 真的是我吗 我是第一名啊 恭喜 第一名来之不易 你是不是该趁我吃饭啊 烦饭 这么多机会 我都没有把握住 喂 喂 苏小姐 很感谢你让我找回了我的狗 我决定 把甜蜜晚宴的券送给你 真的吗 苏小姐 恭喜你 这是甜蜜晚宴的 邀请卡 谢谢 为什么是订婚宴呢 对啊 是莫总和林可欣小姐的订婚晚宴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不过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虽然说现在混练自由 可还是要讲究门当户对的嘛 对不对 也是 记得来哦 你可是大功臣 不去 这下李总 又得给我发点金了 房屋出租 房租半价 水电全免 莫总 这杂志拍摄花絮怎么会有你啊 对了 为什么会有我呀 莫总 这是现场的产物 风味杂志怎么可能会有你 站住 心虚实 平板举起来 继续播放 苏范范 风味杂志的封面怎么会是苏范范 为什么它会在哪儿 我为什么会在花絮里 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 这房子啊 虽然破了一点儿 但空调啊 水电啊 还有些家具啊 都应用尽用的 来坐吧 给你倒杯水啊 累了吧 来 喝水 房租不用急啊 住咱们这房子的人 也没有什么特别想交的 也不用带 这什么 小匹号 一双袜子嘛 那个 就像女人一样 都有商品 你看 我也穿了 死变态 女人才不是商品呢 我 喂 顾兄 喂 范范 你现在在哪儿呢 做房子呢 那还做实力吗 别打了 别打了 我知道错了 放过我吧 别打了 我知道错了 放过我吧 顾兄 这房子 真的只要六百块一个月 这不会是你自己的房子吧 嗯 我不住 范范 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你就一个人住在这儿吧 我你还不信吗 我不能接受你的好意 这样吧 我按市场价收理房租 我是房东 你是房客 这样做行了吧 嗯 范范 我们还是朋友吗 太子在哪儿 九都 你 殿下 成来接你回家了 殿下 我 苏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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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我不认识他吗 封卫杂志的照片里为什么会有苏范范 为什么我也在那儿 林尘哥哥 你误会了 那不是你就是个场目 怎么可能会是你呢 你是觉得我的智商有问题吗 你去哪儿 找他 找他 顾纸人 苏范范不见了 你有见过他吗 我不知道啊 你除了不知道还会说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啊 顾熊 苏范范 范范 我已经什么都想起来了 以后你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你干嘛 这里是我家 范范 你跟我回去 来解释 这里是我家 这是我们的私事 你能不能别管 这里是我家 范范范 以前我对你客气 现在为了范范 我也不会放过你 你试试 试试就试试 别吵了 范范 你怎么了 范范范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范范 你怎么了 我带你去医院吧 我带你去看全国最好的医生 别吵了 我来月室了 范范 你走吧 听见没 你走吧 范范 你真的要我走吗 你走吧 再不走报警了 我自己走 等一下我们晚上要吃什么 晚上 现在才中午呢 吃火锅吧 我想吃火锅 好 可以 但其实早上吃玉米吃得好饱啊 这么多准备 该怎么选啊 好啊 你是第一次给女朋友买卫生巾吗 确实没什么经验 我跟你讲啊 白天的话呢 我觉得用这个就可以了 晚上呢 要用这个 莫总 你怎么会在这里 董事长怎么会在这里 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董事长不是出差去了吗 应该是我看错了 苏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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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总 您作为半堂集团董事长 跑到我这小破屋子来闹 不合适吧 我要见她 我有东西要给她 她已经睡了 你们俩睡在一起了 没你想的那么龌龊 她睡她的 我睡我的 我们纷纷睡 你叫她过来 我有话对她说 你有什么话对我说 好啊 你过来 我过来 苏范范范 我好想她 好想她 我每天都在想她 她也每天在想我 她的心啊 是在我身上 我跟你说啊 我不想见到你 这给她 我跟你说啊 苏范范 我真的好想 好想 谢谢顾兄 她已经走了 嗯 还是忘不了她 嗯 是的 你为什么喜欢范范范 一开始 是因为使命吧 你还要跟我回去 和如花公主成亲呢 我的使命 是带您回去完婚 后来 变成断不了的 也忘不了的羁绊 嗯 不过 既然她已经决定 和林小姐订婚 我会祝福她的 你想忘了她吗 好 我帮你了 我只是想帮你 加一点热水 谢谢顾兄 好好休息 明天带你去一个地方 嗯 顾兄 我们还是回去吧 这个地方 寒了 看来老天爷都不给我念 顾兄何出此言 本想带你出来散散心 没想到啊 下雨 没事 下次有机会 顾兄 这么大的雨 我们出去要多久啊 大概一个多小时吧 你们俩又背着我头头约魂 怎么阴魂不散啊 阴魂不散 我会像狗皮膏儿一样贴着你 怎么甩都甩不掉 苏范范 你不许离开我的视线 沐总 你这样 快回去吧 民宿你家开的 你 民宿是我开的 坏消息 前面的山体滑坡了 你们谁也走不了 好消息就是 今天是周末 仿苏家败喽 这样的话 咱们还是在这儿住下吧 住着 好吧 什么好吧 你想跟谁住 反正不是跟你住 那跟你住啊 你猜 你猜 猜猜猜猜猜猜猜 你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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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两个房间 你们都可以住下来 跟谁住 我安排 好吧 走吧 坐吧 吹我一下 我来吧 你们小两块先走吧 我来催你好吗 那一什么小两口啊 他俩什么时候吹小两口啊 你给我 不要胡说八道 妈妈脾气了 我不会让他俩住一起的 灰气 过去点啊 挤着我了 谁挤你啊 挤着我了呀 别挤着我 我不挤你怎么了 我就挤你 我就挤 干嘛 这要欺负我这个伤残人是吗 沐凌川 别装小孩行不行 我哪里得罪你了 顾总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是 困了困了 哼 喂 林总 莫凌川 都十一点了 不是说好了要开视频会议吗 你怎么还在睡觉 十一点了 林总 我一会儿跟你说啊 顾纸然呢 算算 乖跑了 没有 顾兄 你有什么事吗 今天我想做个了结 无论是好是坏 你是什么意思啊 我从第一眼见到你 就开始喜欢你了 你愿意和我一起 开始新的生活吗 给我一个答案 给我一次机会 就一次 我想让你忘了它 顾兄 我并不想这样 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一周之后 我在国外有一个 风味杂志的访谈 我希望你能够 一起帮我 可以吗 还是算了吧 范范 我们不是朋友吗 我只是想要一个熟人 来帮我 我考虑一下 你又把苏范范 骗到哪儿去了 和你有关系吗 苏范范是我的人 不要忘了 你可是有回约的人 苏范范 莫总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今晚到外面睡吗 跟一男的睡试试 莫总 辛苦了 凌川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人家等你好久了 可欣 我已经全部想起来了 今天我来 就是跟你说 我要跟你退婚 凌川哥哥 你有没有想过 说过你现在退婚 我爸一定会撤资的 到时候公司出大问题 你可想清楚了 你觉得 我是一个为了金钱 不要爱情的人吗 而且我现在想明白了 我心里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素范范 莫凌川 你这么急着赶回来 就是为了给我说 这么件好事 我一刻都等不了 还不走 小周 莫总 有什么吩咐 最近帮我观察苏范范 她最近有任何行为 都向我报告 曾经我也很想得到 这个香囊 这个香囊 对你就那么重要吗 这是莫凌川送给我的 那能给我看一下吗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范范 我要出国了 和我一起走吧 我已经这么麻烦你了 不麻烦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是作为朋友 你真的可以深重考虑一下 苏范范 苏范范 那个不是苏范范的香囊吗 范范 你去哪儿了 为什么要躲着我 苏范范 我现在以太子的身份命令你 立刻出现在我面前 到了那边不用担心 我会搞定一切的 相信以你的学技能力 很快会学会他们的语言 明川 苏范 范范 你考虑清楚了吗 我考虑清楚了 莫范范 你疯了吗 你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吗 御前戴刀侍卫统领苏范范听令 开心一点啊 跟我回家 这是命令 每次都是你护我周眷 这一次 让我守护你一生 漫画大戒曲我看了 你的手稿里 我们结婚了 可是现在 你为什么还没有醒过来 恭喜殿下 齐江和公主 你怎么排不起了 看 这是你最喜欢的香囊 嗯 等一下 一年了 我 不知道我还可以照顾你多少年 我们不是说好了 要永远陪在彼此身边的吗 你为什么要现在放弃啊 你为什么要现在放弃 凌川 凌川你醒了吗 凌川 医生 医生 医生快来看看 林社长 我们走了 走走走走 都给我滚 秦社长 秦社长 林川有醒来的症状了 恭喜啊 有什么事吗 没事你就走吧 我今天来 是想跟你说件事 我希望你能帮林川 把后半部分的漫画出版了 我希望林川在醒来之前 可以看到他的漫画 在全国出版 这样他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苏小姐 你是瞎吗 你没看到吗 我现在正忙着破产呢 让一下 秦总 我们拿走了 拿走拿走 给我滚 还出版漫画 就莫林川那个破漫画 爱谁操心谁操心去 我是不管了 秦社长 你和林川一起努力了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这本漫画能全国出版 你怎么能现在说放弃呢 苏小姐 你还想他害我害得不够惨吗 我已经没钱继续做漫画了 不就是讲一个小示威 来到了现代 和太子一起去看什么流行语 还有什么甜蜜派送的项目 在桌子上打滚 什么波浪鼓 这都什么鬼啊 失忆这种烂稿 竟直烂死了 太烂了 鱼汉 这些剧情 你都能背下来了 我只爱钱 懂吗 走 赶紧走 走走走走走走 要不最后试一次吧 林总啊 我就是那个小姐啊 对对对对 我就是那个搞破漫画的小金 我想问你一下 你这几天有空吗 我要跟你说一下 就是莫林川出版漫画的那个事情啊 对对对 好嘞好嘞好嘞 林总 不好意思来晚了 听说你有意向投资我们林川出版的漫画 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林川的女友 苏范范小姐 苏小姐我们很熟悉啊 一年前 我们公司啊 派他到北方 他拒绝了 抱歉啊林总 来 介绍一下 这是我儿子 星星 小林总好 苏小姐 你好美 好美啊 林总 我今天来 是有件事想跟您说 林川最近的病情有所好转 我想在他醒来之前 让他可以看到他的漫画在全国出版 所以之前跟您说投资漫画的事 今天不谈投资 谈你和我儿子婚事的问题 林总 我之前就告诉过你 我只爱林川一个人 苏小姐 这是你第二次拒绝我了 我和您儿子之间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你 能不能投资林川的漫画 还是忘不了 莫林川是吧 他现在还睡在病床上 是一个废人 难不成 你愿意跟这样的废人过一辈子吗 喂 苏小姐 莫先生他醒过来了 你快过来呀 我每次过来 苏小姐 今天出了这个门 莫林川的漫画 别想见过 范范 你放心 我就算是砸过媒体 也会让林川的漫画出版的 你快去医院看看他吧 谢谢 就凭你 就凭我怎么了 林川是我的人 你凭什么说他是废人 信不信我揍你 走 咱们不跟这么没有素质的人玩 放开本宫 放开本宫 你们好大的胆子 本宫要回宫 本宫要回宫 苏侯卫 苏侯卫 你为何现在才来 知道我等了你多久吗 林川 我来带你回家了 苏侯卫 你这是做事啊 给 房子和车钥匙都给你了 记得早点把钱打给我 老金啊 你到时候打算拿这个钱投资什么呀 卖话 老板 这边有很多数点都在反馈 供不应求啊 老板 网络中心里边又有几家APP 想要我们授权毒家 毒家个屁 我要全网发 莫林川 你这气要是红的呀 你还不得感谢老子呀 老子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 你们 快快快 给我动起来 漫画发行一周后 在网上反响很不错 很多网友都被莫林川和苏范范的故事打动 但是林川的记忆 还是没能恢复 伟大的漫画家莫林川先生 今天可是周末哟 本侍卫打算带你去玩一下 怎么样 林川 林川 我为什么居然想不起来了 别着急 慢慢想 我想不起来了 我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很陌生 就发现我自己的记忆应该是错误了 可是我就是记不起来了 我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声音 今天 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日子 没事的 这正常 是一种病而已 我想办法 我想办法把它唤醒 你要怎么做 换衣服 我带你去个地方 林川 等等我 就是这里 这不是漫画的场景吗 林川 林川 林川你在哪儿啊 林川 你好 有什么需要帮助到您的吗 请问 你有看到一个穿着太子衣服的男人吗 我们这里是古装婚庆园 每天都有很多穿古装衣服的人 你要不自己进去看一下 古装婚庆园 是啊 你身上这衣服挺精致的 很适合在我们这里拍照 林川 林川 我来过这个地方 你来过这儿 嗯 所以说 你把这里的场景画成漫画了 太棒了 你再想想 你来这儿干什么的 好香 在这里藏了一个东西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别着急 是什么呢 慢慢想 我等你 想起来了吗 你把这儿的场景 画成了漫画 难道 跟漫画有关 为什么在你的漫画里 我是公主 你是侍卫啊 我不管 我要当你的侍卫 你来当太子殿下 我保护你 我感觉 和你有关 苏伯伯 站 从现在开始 本太子封你为 御前代刀侍卫统领 好 难道是我们相遇的地方 我想起来了 我在这里放了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原来是想等一个合适的时间 带你来这里 向你求婚 没想到 这年后才带你来这儿 我愿意 你还愿意嫁给我婚 我愿意 苏伯流星雨来了 你想许什么愿 我想 我们永远在一起